野狗是非常典型的群鱼动物 一群野狗大概有10只到20只 它们一般狩猎食物都是群体出击 包围其中的一只动物在进行攻击 野狗群在野外追赶着这只羚羊 羊羊也是准备过河逃生 野狗群跑得非常快啊 紧紧的追赶着这只羚羊 双方在河中扭打起来 河里呢当然有鳄鱼这种动物 它是名副其实的水中霸主 鳄鱼呢也通常会跟野狗群抢食 鳄鱼埋伏在岸边准备着进攻 野狗呢也是发现了鳄鱼在靠近 直接放弃了这只羚羊的进攻 羚羊呢慢慢的向岸边游去 等上了岸 野狗再次展开进攻 这只小羚羊非常的可怜 被这两只野狗撕咬着 鳄鱼也是及时赶到岸边 准备与野狗进行抢食 野狗群也是没有办法进攻鳄鱼 只能眼看着鳄鱼把食物掉入水中 鳄鱼呢就这样没有非任何力气的 获得到了食物 接下来呢来看一看鳄鱼与狮子之间抢食的对决 狮子狩猎到了一只水牛 遭到了鳄鱼的抢食 狮子也是带来了自己的同伴 一起来进行抢食 鳄鱼寡不敌众 只能放弃食物 但是到了岸上 鳄鱼也是慢慢靠近这个水牛尸体 并且直接咬住尸体 开始了进食 狮子狮呢也是开始了躯干 攻击起这只鳄鱼 最后把鳄鱼成功躯干走 在非洲的草原上面 动物之间的抢食也是时有发生 狮子在野外准备狩猎羚羊 狮子这种动物它的爆发力是非常强的 奔跑速度也是比较快 狮子 狮子跨过这条河慢慢的靠近羚羊群 羚羊呢也是发现了狮子奔跑起来 狮子紧忙追赶 两只狮子一起合作 前后夹击 把这只羚羊给抓住了 这只羚羊挣扎出去 准备过河 回到自己的领地 但是这个狮子猛的一个飞扑 直接扑倒这只羚羊 鳄鱼呢也是发现了这一切 水中霸主 鳄鱼 这种动物它的牙齿是十分锋利的 大概可以达到五六厘米长左右 鳄鱼也是游到水中 与狮子抢夺起 这个羚羊的尸体 接下来狮子与鳄鱼的大战 也要一触即发 双方喂了食物陷入了打斗 但是因为在水中 狮子不是鳄鱼的对手 狮子只能放弃食物 但是在岸上却不一样 这只鳄鱼上岸休息 遭到了狮群们的围攻 一群狮子包围了这只鳄鱼 不断的在挑衅这只鳄鱼 狮子最后也是报仇升工 一起进攻的这只鳄鱼 在陆地上面 鳄鱼的战斗力依然不减 也是可以与狮子进行搏斗的 狮子也是靠着自己强大的力气 成功击败鳄鱼 狮子与肺肺之间的战斗 十五发生 肺肺群虽然说它是经常吃树上面的果子 但有时也会捕捉一些肉类来进行食用 这只肺肺也是抓住了狮子的幼崽 这只小狮子刚出生没多久 还是比较可爱虚弱的 狮子也是准备过来抢回自己的孩子 狮子这种动物它上树是很费劲的 它不像豹子那样上树是非常快的 狮子也是赶到了树下 尝试着上树 狮子慢慢的拿双手搂住这棵树 开始向上攀爬 狮子成功爬到了树上面 最后呢 狮子也是成功救下了自己的孩子 这只肺肺呢 也是驱赶着狮子 远离自己的领地 狮子被肺肺群驱赶着 无奈的离开 狮子在野外再次寻找到一个机会 进攻起肺肺群 小狮子们也在大狮子的看护下 越来越大 两只小狮子也是在玩耍 这边 狮子与肺肺在进行搏斗 肺肺群大概有三四十只左右 数量是很庞大的 狮子也是不敢轻易的进攻 狮子 狮子带来自己的同伴 准备一起狩猎肺肺群 狮子群全员出动 一起跑向这群肺肺 肺肺也是被包围了 狮子合力抓住了一只 收获到了今天的食物 肺肺这个团队也是被攻击的四三而逃 野狗在野外一般很少狩猎幽猪 因为幽猪的体型过于庞大 野狗群呢 一边在玩耍 一边在寻找着狩猎目标 幽猪这种动物 它是异常的强壮的 同时它身上的刘牙也可以让它挖洞 一般这种动物都是住在地下洞穴里的 这只幽猪 在这里拿自己的刘牙再挖洞 为自己挖一个家住 野狗群也是很饥饿 在野外寻找着食物 因为这个幽猪是异常强壮的 野狗群也很难狩猎 这只幽猪的身上沾满了泥浆 在河边 野狗群和幽猪相遇 幽猪根本就没有害怕这两只野狗 因为幽猪的体型它是很过于庞大 但是呢 野狗带来自己的同伴一起包围了这只幽猪 幽猪也是展开了逃跑 野狗紧追不舍 幽猪的奔跑速度是非常快的 在野外豹子都很难追上它 瞬间游竹就拉这群野狗一大截的距离 野狗群呢只能再次寻找机会进攻 游竹群出门觅食 这个游竹群呢有很多小的游竹 这些小游竹应该是刚出生没多久的 野狗群也是在远处观察着没有轻易的进攻 野狗群发动了进攻 紧追这只幽猪 幽猪也是慌忙逃跑 最后呢这个游竹很聪明 直接跑回了自己的洞穴里 野狗就不敢进攻 这只游竹逃过一劫 再次游竹群出门